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现在还有什么问题 今天我觉得做得好像比前些天好 但是您说我这个心量怎么打开 想一下 不用 我说完你要觉得 不管我在那说什么 你要觉得当下不能受益就把它过去 当下没听懂过去 总有一天你会听懂 当下没听懂的就是不到 你总有一天会真正的一下子就知道 透过我知道我就去想 那是我的观察 你还不到那个时候没关系 但是我要说 我把我每天看见到要说 你会记住的有一天你会过去 就是我不是说你小心眼 不是这个心量打开是 让我们的气宇更宽广 就是说你的能量要达到那个等级 再加上你凝住 你才能打开你的脉 才能转化 所以 但是我为啥没说他们几个 每个人的音乐不同 你知道吧 你缺的他不缺 他缺的你不缺 他可以就那样修就行了 他就哪怕全世界就我一个修也可以 但你不行 你都要跟六道主持同时臣服 就要每个人 但是过两天我就说 全世界都没了就剩你一个了 就是随着世界我会说不妥的话 因为以前你的心就是 就是因为在深圳嘛 可能你在深圳是吧 那深圳的界目觉知可能太不安静了 还有很多竞争啊压力啊 各种事就导致我们的 每天你的界目觉知全世界人道 全世界人道就轰卓 人道的东西让你 人道的分别之觉 本身就让我们很轰卓 你知道吧 太乱找着了 知道吧 所以那种竞争压力就是让我们脱不了输 你的能量等级不够 你现在不是能量不够是等级不够 知道吧 就是这样 要提升你的生命等级 就提升我的认知 这就像假如说你是个 我举个例子 就是我假如说有一只小猫咪 或者一只蚂蚁 我现在要提升它的能量等级知道 从蚂蚁的 它不是蚂蚁 蚂蚁的力量已经够了 但是我要从蚂蚁让它的心变成人力 它可以做它的蚂蚁 但是它的心里边它是人 但是人的所思所想跟蚂蚁是不一样的 是吧 一个大菩萨坐在那 肯定是凶海天下人 是那么观世仪菩萨 文殊菩萨 所有的佛菩萨 唯一每天所思所想 就是六道中生还在轮回之中 我要让他们解脱 是吧 而且它是不找一切像的 它也自己希望有破了我之 是吧 那你要做的就是 你要装上这件事 你才像菩萨跟佛 你每天想我老婆怎么了 我孩子怎么了 佛菩萨不重要是什么问题 佛菩萨不是不爱老婆孩子 但他不是念念不忘 是吧 念念就是六道中生 回家照顾老婆孩子可以 是吧 你老婆孩子也是六道一道 也是六道中生 是吧 文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